然后进入2-3 2-3 广播呼叫角色进场 这个小节我们将介绍广播及接收广播的功能 用来控制角色在准确的时间做该做的事情 使整个短剧可以流畅的进行 现在我们要让精灵在恐龙说完话后再登场 好同样老师跟各位一起做 恐龙的部分就在这里把它插入一个广播 那广播要新增什么呢 在这里点一下黑色三角形按新增讯息 打精灵快出来 我们要呼叫精灵 好精灵快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翻开课本第36页到精灵的部分 好精灵的部分呢一开始起飙开始的时候要先让它隐藏 接着我们收到精灵快出来的时候 接着我们当收到精灵快出来的时候 接着我们当收到精灵快出来的时候 那就让精灵显示 好玩一玩吧 糟糕了 该怎么办呢 精灵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就将精灵在动作的部分面向 左边 好 接着移动到 然后翻开课本第38页 翻开课本第38页 好移动到 250跟33 好拖曳 1秒后到97 33 并改成2秒 好 接着 拖曳 练习广播功能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拖曳 说话 精灵说话 那说什么呢 我们要说怎么办 怎么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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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在这里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艺学少做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他 在info的地方一样是左右移动吗 好 接着呢 我们在事件的部分 广播 然后点选 新增 新增 新增什么 新增恐龙说话 然后恐龙说话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拖曳在恐龙的部分 拖曳恐龙 说话 好 当我收到恐龙说话的时候 字体会不会觉得很小 然后再把它放大一点 好 当恐龙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他在外观的部分 现在翻开课本第40页 翻开课本第40页以后在外观的部分 说 我的点心 掉到 水里了 好 这里的部分各位同学可以看右边的字体会比较大 接着点选事件 拖曳广播功能 并新增一个叫做精灵说话 底部 吉兰 成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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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